跟各位介绍是我们今年非常夯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个SFS的一个电源供应器 那本身是650瓦金牌全播组的部分 那它非常的小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小的电源 是因为最近几年开始有一些厂家 他们针对所谓的设计业者 或者是所谓内容创造者 所谓的Creator这样一个角色 定义一个Creator的一个PC 那Creator的PC它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小 而且非常的美 然后对于外观非常的吃重 同时因为这些Creator它要做很多内容影像的处理 所以它电脑效能要非常的高 那借由这样一个非常高的效能 它需要装载非常高级的显示卡 因此它会非常的耗电 那我们今年就是推出这样一个非常小 非常有力叫Iquitical Power的一个 small-tompetor的一个Post 865瓦 那我们叫Degger Pro Degger Pro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也搭配了这个整个电脑改装的风 那我们在这次我们全南企业的展位 特别展出四道改装的系统 那我们从画面看到最左边开始 是日本的Torusan 它帮我们改装一个环保风 那接下来是我们越南的一个 这个Spider它帮我们改装一个 类似Ramen Store的一个部分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些系统都非常的小 非常的Powerful 那再下一个是我们菲律宾的一个Model 它叫Miki来帮我们改装一个军式化的一个 那配合今年Hentone色调来做一些呈现这样子 那最后最后边那一套 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改装玩家80IT 那帮我们做一个中国宫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圆域造型的一个风格 来呈现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电性的一个改装的一个电源这样子 全南企业今年在另外一个组组是AIOD 那也是切合着今年大会 在所谓的人工智慧物联网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我们今天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墙面后面呢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一个AIOD的一个场景 那呈现出在这些场景里面它们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装置 需要去做这些场景联网之后的一些影像 或者是一些人工智慧的盘子的一个处理 那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可以分成从最近的一个Sensor端 然后再来就是到我们所谓的雾跟这个所谓的云的部分 那在雾的部分我们会有雾运算 那会需要做一些比较在10ms里面是要处理这样的一个电脑 那我们会有一些专属这样电脑的一个各式各样的一个 不同工程度的一个电源供应器的提供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右边那一边我们会有 Bless ATS Adapted UPS等等 可以来支持这样的Edge Computer的一个使用 那在最上层就是当你资料处理的速度 需要超过100ms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做Data Center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全南企业也有专属Data Center 像比如说1U的一个Pouse 1 或者是CRPS Common Relent Pouse 1的部分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这边有做四个不同的一个情境的一个展示 从这里面那一块就是一个Edge Computer 那它本身是我们的客人演讲 那它需要透过这个电脑 它装起来一个CAMELA 在它需要处理的场景做一些视觉化的一个探图 然后来判断这个视觉 在它需要输入的一个处理条件是否OK这样子 然后在它旁边是一个Tiosk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本身呢 是一个我们想现在大家在互联网时代 常常会需要有一个这个Pouse机来做一些处理 那各式各样Pouse机里面它会需要一个Adapter 来做它的一个电源管理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一台呢 它就是一个Data Center 会用到一个伺服器的一个机箱 那本身装载我们一个全产企业 独有专利的ATS SIZE 或是AdS公飞的一个Redundant的Pouse Prime 那本身透过这样的方式 在机箱后面就可以做抽拔 那有别于其他伺服器的一个设计 需要用19寸的RAG 以这样的一个一般ATX的一个机箱来做伺服器来讲 它的这个成本结构会相对精简 那对于一些成本比较需要管控的一个企业 但它就需要伺服器这样的一个电脑 来帮它处理一些作业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我们这样的一个Pouse Prime 那最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款 这个麦奇金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机器手臂 那我们前段对于机器手臂 它有需要的各式各样电脑没有提供 那现场展示这一台是 大家可以看到家方会有一个 机器手臂的一个控制单元 那它本身需要类似一个 这样的ATX的一个电源供应器 来作为这个控制单元的一个电源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黑盒子呢 它本身就是在图里 当机器手臂在工厂 它可能会遇到一些电力不稳 或者是断电的情况的时候 那这时候它就发挥了效果 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电系统 来接住机器手臂 所以当它在生产间遇到一些电力不稳 或者我们刚刚讲的 讲到的这个电力顺断的情况底下 让它可以顺利回复到 它原本该回复的一个保护的位置 这样 那接下来这一区是我们全弹企业 今天在台德国际电脑展出的一个充电器转区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动摩托车 电动脚拉托车 电动汽车等等都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特别为了这个将来 人类需要环保阶能 使用电动 使用电池来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做出一些购物件 所以我们今年在展示 特别展示了一个电动摩托车 专程的一个充电器 此外呢 我们还有针对电动脚拉托车 针对所谓的这个电动飞高器 或者是搬运装置 然后也针对所谓的电动气体 以及可能将来也会大量被使用的电动摩托车 提出各式各样 这些电动装置的一个充电器使用